電影與狂言 主持 陳子芬 陳凱哥的搜索 合演的有高圓園 趙又廷 王學琪 姚臣 王勞丹等等 陳凱哥的名作 如果能夠以實能長 包括有黃土地 鞭酒鞭醬 霸王別姬 霸王別姬 也是二十年前 贏得康城的金鐘女獎 歷史上 到現時為止 唯一的中國人獲得庶榮 說起來 這些都是上世紀的作品 不知為何 踏入本世紀 陳凱哥幾乎一套電影都失手 近來的趙氏孤兒 梅蘭芳 當然不可以不提他那部《無極》 雖然陳凱哥當年也用了很多心機拍這部電影 但奈何最後都是成為了網友惡搞的電影 亦都被一些網友拍成一套惡搞片 叫做《一個饅頭引發的決案》 不知是否因為這樣 從此 陳凱哥就對網上群眾的聲音 好像緊緊於懷一樣 拍了這套《搜索》 《搜索》片如其名 就是講述在網絡時代人肉搜索的故事 《高原演識戀》的美女葉南秋 因為在公交車上拒絕被老人家讓助 剛剛被公交車上的電視台實習生 拍成這個視頻 製成這個電視節目 引發軒然大波 從此 高原演的生活也是被受騷擾的 包括他的老闆 老闆的老婆 老闆的秘書 電視台的資深記者 電視台的實習生 甚至資深記者的男朋友等 一干人都是完全被牽涉在這件事裏面 首先我們不去講一下這個處境故事 是否有一些小題大做 《搜索》雖然人物更多 正如這套的英文片名 《Court in the Web》 網上被偷拍 導演也是乘機借這個機會 去塑造一些連鎖反應 但是看起來 故事越看越好做作 越來越覺得 好像是找戲來做的 而後段 講到高原演和趙宇浩亭的這段戀情的時候 偷偷看起來都幾有趣 但是越看越乏味 記憶中 陳導演 陳凱哥 也很少拍了時裝片 上一套應該是西片 《Killing Me Softly》 這個殺死你的溫柔 也是陳凱哥 首次進軍荷里活的電影 記得應該是在當時 在英國倫敦拍攝的 合演的也有 Joseph Fines 和這個美女 Header Graham 合演的 但可惜成績是強差人意的 殺死你的溫柔 也都令到中外影評人 一致認為是一般的軟性色情電影 即是我們俗稱叫做Soft Point 這句都說完了 始終時裝片似乎 不論是這套《守殺》也好 或者是十年前的《Killing Me Softly》也好 似乎都不是陳凱哥的強項 似乎陳凱哥都適宜拍多些古創片 或者文初風月片會比較適合些